好 然后咱们讲了三个特殊的类型 咱们说了嘛 这个基本假说论证 这个呢是标准化的方法 那进阶部分 咱们先讲过了啊 进阶叫归纳论证或者归纳推理 对吧 那这个进阶部分它分成三个 那你能通过各自的方法能更快的把题目答对 那一个呢是泛化 复习一下啊 一个呢是因果 还有一个呢是类比 对吧 你这样做呢可能会更快一些 那你如果说啊 这个你学有余力 可以把这几个二级的结论 那二级的评估方向记住啊 咱们看这个 第一个啊 泛化里面有三个小方向 那样本偏差 草率结论和特异性迷雾 这三个啊 咱们跟咱们那个是什么 还有什么 结论还能推什么 对应 咱们已经讲过了 是吧 咱就不再说了啊 你这种题 你但凡发现它的前提基于某种调查数据 记住啊 这是关键 你怎么能快速识别它这个题是泛化呢 是吧 你只要能发现它这个前提一般来说 基于一个调查结果 通常这种考题 我说前提啊 通常这种考题就都是泛化的范畴 是吧 因为它需要把这个调查推广到或者是概括到更一般的情况 对不对 好 那么 但凡是调查结果 通常三个方向 是吧 样本的代表性 有没有代表所有啊 样本的数量 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个结论啊 去判断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题啊 一看 问评估 说明肯定是考虑评估题嘛 是吧 哎 这个问题呢 说这个有一个公司开始卖它这个model啊 这个model呢 他呢 发现说上周这个国公司啊 他呢 发布了他们的一个夏天三个月 就是六七八的数据啊 表明在八月末 就是这个季度结束啊 它有大概卖了八万辆 是吧 因此目标呢 是要一年啊 前十二个月卖五十万辆 这目标达不到了 是吧 咱们提炼一下 这个结论呢 肯定是说 前十二个月内 买不上去 对吧 前提是六七八这三个月 你明显发现 哎 样本吧 哎 总体吧 明显这事包含它 而这个数怎么算的 一定是八乘以四等于三十二 三十二小于五十 所以他说这个就这么来这么来的 对吧 这是他推理的一个基本逻辑 是吧 好 那等于这种推理 是吧 他呢 就是要求这三个月作为样本 来考虑它能否代表成的情况 对吧 那所以说 样本偏差 就是说这三个月是不是现在有问题 对吧 其他样本就是草率结论 意思是说给出其他月份情况呗 要么就告诉我一个 你这个事儿 你比如说你这事儿 你可以说再稍微的放松一点 是吧 就说这个特性迷雾了 这个呢 A远向 涨的就是对的 他说新车销售的时候 是否在夏天的月份六七八 就是要比其他的月份要更低一些 是吧 就是样本能不能跟其他的样本对应上吗 是吧 A 做完了 B C D 肯定不对 这是明显的 从三个月为样本推整体啊 这种选项后面呢 很容易就可以 就真的不用看了 因为这选一看就是好的 对吧 一看就是这个典型的方向 这种啊 考你泛化 考你因果 考你类比的 如果你啊 学有余地 打算计 或者理解这些二级的评估方法的话 那么那就请你要做得快 因为你记忆的一个 这个这个就是目标 就是会做得更快 对吧 语文咱们说整个的考试里面 是这个45分钟 要达完23个题 这里面通常来说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四天阅读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正常来说 你答起来是比较费劲的 那我们怎么能答完呢 那你必须得保证 像这样的题 是吧 极快 因为我一看就是泛化 那泛化 三个四级公式 我只要那么一套 马上结束 一看 哎哎哎 这个开始答案就行了 是吧 你要是想做特别快 那要想能得到这更好的分数 我追求一个 能考到705 是吧 或者是735 以上的分数 语文部分 容错率确实是比较高的 就是相对于数学来说 因为数学 就是这个GmailFocus这个版本 数学的容错率是特别低的 21个题 你能错个两个 了不起了 像考分高的话 了不起了 你再错多点 容就坏了 是吧 这个事咱们数学会讲得很清楚 这个语文部分呢 通常来说 容错率是比较高的 你23个题 错五六个 六七个 都能接受 有的时候错一半 你分也挺高 是吧 也能够一个645 55这样的分数 所以的话呢 语文部分 你是可以选择我稍微的松下手 但是 如果说你要一个超高分 我就是分数洁癖 我需要关自己 是吧 要这样干这个事的话 那麻烦你 语文部分就得快了 逻辑必须要节省时间 不然你的阅读做不完 四篇文章呀 你想想还有长的呀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那怎么办 那我必须要保证 我这种四级公式的题要更快 好 再看第二大类啊 也是一个这个这个小类 叫做因果推理 这个推理啊 比泛化考的频繁多了 是吧 这种因果推理 我个人认为啊 包括我自己考 包括我们的老师去考 包括这个 我看到我们学员去考 都差不多 这个因果推理 是每一次考试里面 应该说是必考的 泛化真不一定考 你说这种评估是不是一定考 那肯定考 就是考这个critic 对吧 这种这个类型 因为它是四大考验之一嘛 他肯定考 毫无疑问啊 问你学手加强的肯定有 这里面他考什么题型 比如我考你基本的假双论证 还是我考你这个归纳论证 还是我考你类比 那不好说 对吧 那可能肯定是考基本最多嘛 那我考不考泛化 考不考类比还真不好说 因果推理 所有的学员 包括我们在自己来内基本都见过 这个是B考的项 特点非常鲜明啊 你记住 你看 前提中A上升 B上升 结论中A导致B 这种特点呢 一定是因果推理 没别的可能性 就你其实观察就行了 前提中俩事 正相关或者负相关 结论中还他们俩 导致关系 A阻止了B啊 A影响了B啊 很明显其实啊 这种情况快 对吧 赶紧查 因为这问题一定是更快的 把三个小结论记住 纯粹巧合什么意思 告诉AB之间不存在因果原理 或者你可以选择再给我一些其他的 对吧 这个地方 别的调查 告诉我A升B降 是吧 这个意思啊 我讲学说啊 加强一样的 它调过来 是吧 AB有原理 A升B也升就可以了 对吧 因果倒置是什么 是A是B能推 是吧 倒置啊 他因是C能推B 除了A之外 三样的推比 就行了 把他们记住 题字都更快 好吧 咱们看看啊 试试 先看这个 问加强 考评估吧 咱们看文章啊 说在A这个地方啊 对于那些雪迁啊 雪里面 寒迁较高的小孩来说 很少有小孩是住在寒迁的房子里面的 但是很多是在哪呢 住在这个交通特别拥挤地方呢 这是什么呀 两者相关吧 应该正相关 这些小孩的雪迁有可能是油语加在汽油里面的 你看 你看 这不就是非常典型A导致币吗 是这个事儿导致了小孩雪迁高 而前提中 这个就是汽油纤 和这个 是吧 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哎 他说因为啊 后面还有个事儿啊 怎么有情况啊 这也是一样情况啊 这是一个总是给你拍出的一种别的可能性而已啊 但它实际的逻辑是一个因果推理 结论是A导致币形式 对吧 提炼一下 结论说 雪迁高是由于加在汽油里面的润 意思是这个事儿导致货门币 对吧 然后前提中 给相关了 好 那么答案呢 无非三种情况 小公事啊 一个是没有原理 或者两个是正相关 是吧 问加强是吧 我看看啊 问加强 问加强 就是两个是正相关 是吧 或者给我原理 那第二种情况 告诉我不会倒置 是吧 然后告诉我没有他因 就行了 看原相 A说 房子的签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跟汽油签都没关吧 所以A肯定不对 B呢 说这个交通 那么它呢 今天比过去20年更加拥堵了 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它这个题呀 其实讨论的是 那个时间小孩的血签问题 那至于今天的交通 是否更拥堵和这个因果关系美观啊 所以B呢不对 C说 某些土壤里面的签来自于这个时间 是吧 那这个事儿其实也没有能让我这个因果变得更强 对吧 所以B呢不对 D说 在夏天的时候 他们就提高万玩嘛 冬天的时候 他们就降低 或者不怎么变 是吧 这不就是典型告诉你 这个因和果之间是一个正相关嘛 是一个纯粹巧合的方向 对吧 就是你看 我出去玩接着车嘛 家里不接着车嘛 出去玩的时候 血天高 回来 血天低 那不就是典型呢 两者同时有一个上下变化 对吧 所以D肯定是对的啊 E呢 说还是这个游戏线的问题 跟这个汽油线没关啊 所以答案是D啊 很快 对吧 你只要抓住这个因和果 AB抓住 就可以 你把AB抓住 因是谁 果是谁 无非就讨论俩事儿 或者给他一 或者是倒置 没 反正你哪个选项 都要 基本都要提大因和比 这两个 血钱 气钱 两个事儿 这题 问家强 是吧 文章说 一个实验里面 科学家为一组老鼠传统的食谱 为另外一组给了一种酸奶 是吧 那老鼠呢 放到一个迷宫里面去 这个老鼠就喂酸奶的老鼠呢 它呢 它的出来的频率是更高的 这就表明 这个老鼠呢 什么会有更少的一个紧张度 或者压力 这事儿表明食谱影响了紧张 是这意思吧 好 那很明显结论A导致B 同时前提中给了一个实验 实验中这些老鼠它就不紧张 是这意思吧 明显前提中两者相关 结论因果提炼一下 饮食导致了或者影响了焦虑 是吧 好 那么前提中两者是一个同时的事 是吧 那么炒蛋 他俩同时讲道 纯粹讲合或者导致 是吧 或者给他因 他因给我解释 为什么会更紧张 或者会更不紧张 怎么样 会更不紧张 是吧 那问加奖 把它拍下来 就可以了 是吧 看有像 A说呢 说这个除了天真这个之外 这里面还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但是其他的不一样 并不代表他们会有焦虑或者不焦虑吧 对不对 所以这A肯定不对 不能加强这个事儿啊 B说这个酸奶油这个玩意儿 它提供了一个降低 你看 这答案肯定是他 毫无疑问 对吧 他给了一个因果原理吧 告诉你 我凭啥说 这个东西 Sorry 这个东西 这个微生物就能让他们减张更低 凭啥呀 因为他给了一个机制 这不就是原理嘛 对吧 所以B肯定对 这就可以做完了 其实啊 再看C 再给一个实验 那么发现呢 他把这两组的老鼠换了一下 是吧 然后发现呢 还是那组老鼠能跑出去 这是个削弱呀 对吧 他通过纯粹巧合的方向去削弱呀 因为换了个实验 还是那组老鼠折嘛 那组老鼠跑出去 那就说明跟这个酸奶油关嘛 跟食谱不关嘛 对吧 C不对啊 问加强 他这个削弱啊 再看D D说呢 食谱的改变会影响他们对光的感知 因此会影响他们在这个 这个什么 在这个黑暗的封闭的环境 一个喜好问题 是吧 那这里面啊 他并没有讲到这个所谓的迷宫 是一个黑暗封闭的环境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不对啊 再看E E说这个紧张会影响什么 肯定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紧张会影响什么事 跟 这是紧张之后的事 我们说的是食品啊 就是这个酸奶吧 导致不紧张 是吧 那你这个选项讲的是紧张会怎么样 没错吧 那跟我的结论 结果肯定没关 对吧 因为我是不紧张 对不对 所以这一肯定不对啊 这个题啊 说 痴染者啊 就找了一组听听者 他们呢 是这个非常扯 从来不扯烟 那然后呢 追他们了 追他们了这么一个时间啊 然后呢 看他们开始抽烟 以及呢 他们的精神健康怎么改变 发现那些凡是在实验开始一个月之内啊 就抽烟的青少年 他呢 是四倍于那些不抽的人的抑郁概率 这是明显的两者的一个时间相关吧 对不对 说因为你固定怎么着 他就说 很有可能是抽烟导致的抑郁 对吧 A导致B吧 前提中抽烟和抑郁是一个正相关吧 对不对 结论中两者导致吧 是吧 那很明显是一个因果形 提炼一下 这时候三个方向 要么同时讲他们俩 是吧 纯粹讲话或者倒置 是吧 要么就给我讲一个 凭什么会抑郁 是吧 当然了 问家强 排除掉 这个凭什么的抑郁就行了啊 看一下 A说 在实验最开始就抑郁的参与者啊 不会更有可能变成了 A 明显的一个倒置的方向吧 如果说抑郁的人更容易抽烟 这不就是倒置吗 对不对 所以他给你弄啊 取了个票 排除掉了 说明加强 A 明显没问题啊 再看B B呢 说这个 那些开始于一个月里面抽烟的人 他不太有可能半途会戒烟 只讲烟的事了 没有讲抑郁的事吧 所以B肯定不对 因为你想啊 这三个因果的方向 要么就同时讲抽烟和抑郁 要么给抑郁一个他因 对吧 如果只讲抽烟 那肯定不对 对吧 就是两个方向 就是两种情况 对吧 可以选 很容易可以 C说朋友跟亲属既没抽烟 也没抑郁 所以肯定不对 再看D D说某些参与者啊 会加入和展示一段时间的抑郁 这个只讲了抑郁没错 但他没说为什么抑郁 对不对 肯定不对啊 因为要给他一样为什么抑郁 对吧 E呢 说喝酒 没有理由相信喝酒会有抑郁吧 所以肯定不对 不能自己假设啊 所以答案A 是吧 好 再看这个啊 这个的问题啊 稍微个性的一点 他问你说啊 这个教练的论证 他在哪个地方更容易被攻击 他这个选项呢 其实给你的是一些比较抽象的说法 但是啊 这问题更容易了 因为你就看那个意思就行了 对吧 看文章 文章说啊 这个一个serve 他就表示 说那些用维他命这个的人 是两倍于其他的不用的人的成功率 这就表明 这就表明 这个补充剂确实有效 这个句型 你看 Those who怎么样 就more怎么样 than do not 这个句型好几次了吧 你看这个题 看这个题 这儿 Those who began怎么样 4 times likely to be do not 对吧 在网上看 你看这个题 这个题 feel live in those young children feel live in什么地方 than那其他人呢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因果的标志 你做熟了以后啊 特别常见 是吧 你看到这句话 基本上差不多了 是不是 那我们提炼一下 说补充有效 意思就是说这补充剂会导致他们成功的 因为前天都给成功的事了 对吧 所以也一样三个方向 这个纯粹巧合 他因 还有导致 对吧 看一下啊 A说 他忽视这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他们可能没有揭示一些 他们认为不公平的一个优势 这个选项呢 没有讲过 是吧 没有这三个方向 肯定不对 再看B B呢 说忽视这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呢 是说那些更有可能成功的人 就没有这个玩意啊 一个成功的人 他们更愿意更有可能用这个补充剂 哎 倒置吧 对不对 明显倒置 你说的是 那些用补充剂的人更容易成功 而我说的是 有可能是 他们本来就容易成功 这帮人才用补充剂 所以比起来那边 明显这个倒置 他忽视的倒置的可能性 就是落点了呗 对不对 因为一个好的论证 他不应该忽视纯粹巧合的可能 不应该忽视倒置的可能 不应该忽视他因的可能 对吧 就这意思吧 一个道理啊 只是运法不一样 那cd和e呢就不说了啊 这肯定不对 是吧 这个选项就很容易选 那非常典型的一个因果性的关系啊 这一题 问的是学说 安德巴亚啊 依然为学说 看文章 文章呢 说研究啊 就表明吃这个坚果 会是坚果吧 还是核桃 是吧 会减少他们患这个乳腺癌的风险 那么研究就对比了一个标准的食物 和含这个东西的食物 是吧 也就是这种食物问题啊 那么根据研究 他发现 the group whose diet are less than其他的 对不对 明显的一个纯粹相关吧 对不对 那很明显啊 当然同时他这个大块也更小 是吧 那很明显 结论在这儿 是瘦子的一个结果嘛 对吧 所以呢 后面前提 这是结论 是吧 一个因果性的关系啊 结论中核桃会降低风险 对吧 前提中说 饮食中包含核桃的比波波波含就要少一些 是吧 明显的情况啊 好 那么三个方向 要么同时讲核桃 要么就是讲到他因 是吧 就可以了 看下啊 A呢 说这个老鼠啊 这个老鼠他会接收坚果啊 那么他直接收 也可以呢 是通过他妈妈的母乳来去收 这讲的是我们怎么来吸收到坚果 跟癌症没关 所以A肯定不对 只跟他的前提相关的 这个因相关的肯定不对嘛 是吧 B呢 说 坚果这个量啊 它呢 是等同于两个人 这是坚果量的问题肯定不对 是吧 没有关系啊 C说呢 这个坚果它含有这个物质 是吧 这个配方 这个配方呢 被认为 会减少这个癌症或者减缓 好 你看 C选项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加强吧 它给一个原理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东西核桃能减少它的这个发病率呢 因为它含有这种东西 对吧 原理 但它被削弱 所以C肯定不对啊 这是一个加强方向 D呢 说 在研究里面 这种这个食谱会改变一些基因的活性 这个基因的活性呢 是跟老鼠和人里面的乳下癌都相关的 是不是 这个选项依然是一个加强 它告诉你坚果的原理了 因为会改善基因的活性 所以D加强也不对 温血弱嘛 那只能一咯 说为了保证平衡 这些不好的脂肪 诶 那么还是说了啊 给你这个定义 是会减低我们对于疾病条件的脂肪 它也会被减少 是吧 给一个塌因嘛 跟你说不一定是因为坚果 有可能是因为你坚弱这个东西 导致的他们不患这个病 答案是E 就做完了 OK吧 最后一个特殊型的就是类比型的 类比型就一个咱没讲了 叫其他相关相似点缺失 哪个 你看到 提不给你之后 你把那两个谁跟谁类比找到 然后哪个选项提到两者不同 或者是相同 就是答案 否则看见不对 是吧 咱们看看例子啊 咱们离开问题啊 问题问的是评估嘛 对不对 一歪六尾 对吧 那么都是一个疑问句啊 文章呢 说因为用眼睛看不能可靠的区分皮肤褪色跟皮肤矮 所以呢 这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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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啊 那么他们就需要去给出一些皮肤检测 是吧 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个诊断成本是被购买了一个新的成像机所降低的 当然这个成像机呢 它的可靠性 跟这个组织检测是一样的啊 那么其结果是即便基点柜一个诊所也在口里买一个来减少诊断成本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类比关系 对吧 因为它前提中说好用的是医院 这儿 医院 而结论中它说的是诊所 那类比对象 医院跟诊所 想评估就是要考虑医院跟诊所在减成本这件事儿上 这个相关性吧 跟它相关的点上有没有不一样 对不对 A选项说的是医院跟诊所这个病人要求的时间问题 时间跟机器成本没关吧 对吧 所以A肯定不对 那这个是不相关啊 这个相似点 虽然讲到两者的区别 但是它不相关 跟这个文章讲成本这事儿不相关 所以A肯定不对 B呢 说原理问题没有讲到类比对象吧 肯定不对 C说诊所的机器用的频繁与否跟医院别 肯定没问题 对吧 跟它的成本相关 因为这里面机器用的越频繁 成本等于核算也低 对吧 所以C能考虑 D选项 没有讲到医院的区别吧 这D选的不对 5亿呢 说其他地方医院会怎么着 肯定不对 没有讲诊所 答案C 类比更简单 对吧 你只要知道两者是一个类比关系 你把这两个类比对象找到就行了 两者一样加强 不一样渲弱 问一不一样评估就行了 是吧 那记住 他要找到区别点一定是跟他讨论这个事儿 是一个相关的区别点 行了